這個平常有住人嗎 有 我跟我兒子住在這裡面 我們已經在這裡生活十幾年了 那其實這個櫃子 可以看到這個櫃子如果打開來 也是空的 那旁邊這裡都是空的 櫃子打開也空的 對 因為如果說 你櫃子打開有東西的話 其實你要清掃很累 它不是收納的要放東西 我就覺得說 如果你裡面有放東西 你是不是要打開 然後每個東西要拿出來之後 再擦一遍 這樣就非常的累 所以我就覺得說 盡量不要放東西 那東西放哪裡 就是盡量不要買 就是沒有東西 對 就不用收了 對 而且我家是 要用多少 買多少 像我們去買菜的時候 很常就是說 一把青菜二十塊 三把五十塊 但是我絕對不會受到誘惑 我今天只買一把 對 今天這一把就好 那有垃圾桶吧 我們家是沒有垃圾桶的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家是沒有垃圾桶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 你放個垃圾桶 你在那邊丟東西 你事實上這地方 就很容易髒污掉 那有垃圾丟哪裡 就拿去廚房 我會掉一個小小的袋子 在那邊 那所以你剷的垃圾 就自己丟到那裡去 OK 好 而且你剛剛講 小小的垃圾來 還不能放大的 不行 我的東西就這樣 蟹妝有 因為我上節目會化妝 跟肥皂 沒了 那這些是配的裸的 那這些也是配的裸的 他就是什麼鬼滅之刃什麼的 我也不知道那個什麼東西 還有很多瓶瓶罐罐的 我一個人在浴室裡面就 如果他不在 我真的是沒有任何的東西在那邊 然後有的時候 他不只是他自己的東西 他帶回來的女生 有的時候我進那個浴室 發現那邊有兩三個牙刷 好像是前幾個禮拜的女生 都留下來了 都沒有帶走 然後我就覺得 怎麼牙刷這麼變那麼多呢 清酒要用清酒杯 啤酒啤酒杯 紅酒杯 白酒杯 所以女生喜歡儀式感 對不對 每天不同的心情 擺盤要不一樣 對 不過有時候 就我一打開那個廚的時候 打開的時候 就會有東西掉下來 然後我也不知道 要怎麼放回去 就比如說 我割到手了 我要找OK棒 然後我的 我老婆不在國內 我找不到 然後我要召她 然後她說 應該是在那個什麼廚人那裡 我根本找不到 東西太多了 我們剛搬到台灣的時候 我們就決定 就是這個廚是我的這個東西 我先畫好界線嗎 這樣子就不會影響 那我喜歡我的廚裡面 都是很空的 就像你這樣子 幾件幾件 然後我一看 我就知道我要拿什麼東西 甚至我要留很多空間 因為我以後可能會買東西的話 我知道我有地方可以放 但是我老婆就是 她會把東西塞得很滿 塞好 塞滿 然後漸漸地她打開廚裡面 她就發現 她的好滿 然後我的都是空的 她就覺得浪費 對 太浪費 對啊 她就開始放我的 然後我的書桌什麼 我的櫃子開始放 然後有一天晚上我真的很 那天工作要很大 心情很不好 睡不好 然後我起來 我看到我家是這樣 我真的很痛苦 我就把她的東西 從我的空間 所有都移開 隔天起來 我們就大吵了一架